好 好 好 我們有時候女生不喜歡喝冷飲 可是像我們帶豆漿對不對 豆漿如果早上買 其實到下午就會壞掉了 對 如果它早上是溫的 它這中間其實有一個冷凍棒 對 你把它放在冰箱裡面把它冷凍 這個其實也可以喝的 然後把它放進去 那其實那個豆漿就會保持到下午 都還是可以喝的狀況 這個預測好溫便喔 好爽喔 對 對 保持新鮮 也是39元 而且我覺得它做得還滿精準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讚耶 這個東西 這個我在店面看到是100多 可是我很開心我買要39 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紓壓小物 這就是因為現在上班族工作都很忙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要去按摩要1200 那現在有的人要把這個錢繩下來 對不對 那我就自己這樣捶就可以 因為它平常那種棒子 它沒有這個海綿嘛 所以它打起來會比較痛 可是這個不會 你就哪邊痛哪邊痠 你就打哪邊 而且 而且打屁股也可以 而且你不覺得用這個打美觀多了嗎 對 你有沒有拿真的跟胖子啊 或是一般人用竹子什麼都打 很可愛 很會很傷 不行 一定要在意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啊 這個是我們的脖子 因為打電腦的時候打很久會很痠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要找別人幫你按 有時候旁邊又沒有人 那你怎麼辦呢 就這樣子把它放在你後面的這個頸子上面 然後用力的往下拉 然後自己調那個就是那個手的力道 對 這樣子用力的按下去 就會很舒服 是嗎 對 好用嗎 很舒服 可是這樣手會有就抽筋嗎 不會 很舒服 真的耶 很舒服 你看有按到穴道 年紀大一點人用 因為我年紀大 所以我知道它有很多變化型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這邊還有這種 有凹凸嘛 是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放在手上 因為你握著啊 所以你就把它這樣子拿來 手上的穴道又很多 然後你的左手幫你的右手壓 又省下1200 加上你的錢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棒是脖子 那裡真的很難弄 那裡很難按 對 然後有時候叫男朋友幫你按 他都力道不對 他又既沒耐性 然後力道又不對 位子也不會對 位子也不對 好舒服 對 求人不如求人對不對 這個好 這個好 弄完之後頭轉一圈真的非常舒服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陳彥夕老師的 這個做甜點很多道具 對 便宜的商店也賣精緻的廚棚用品 趕快來看專家介紹囉 我們要發這個陳彥夕老師的時候 我說他會逛39元店嗎 超愛 超愛 對 因為你們做甜點或做點心 有很多是學生 因為你要知道在日本 他們的那個甜點的發展 比我們早很多 所以他們已經到很多好可愛 好漂亮的小模型 都已經可以在39元商店 可是是很好用的嗎 超好用 而且我曾經 我自己買的是正版 是很昂貴的正版的模型 其實我在39元商店 看到他們那種山寨版的 一樣可愛 而且你初學者買那個就行了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的關係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家裡有各種尺寸的刮刀 各種材質的刮刀 有可以就是加熱的 不可以加熱的都有 你有很多的那種 什麼豆腐乳啊 哇塞味啊 對… 不好意思這支下不去 就算下去了你也沒辦法轉 對 我會拿一般類似像那種 就是奶油刀啊 或者什麼 對… 但是問題是奶油刀 它硬硬的一支下去 它就這樣直直的 然後因為它通常蓋子 這邊弄不到 這邊都會縮進來嘛 對不對 你根本就不可能 刮到這上頭 對不對 但是這一支刮刀 它因為它很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沒有 它在轉角上面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到底你看 把果醬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撈起來 這瓶果醬今天 還是比較好處理的果醬 有的果醬非常的黏稠 這支刮刀 可以跟剛才那個牙膏一樣 刮得乾乾淨淨的 我也是要贊成 你知道你家的醬料 常常洗掉的 就是你把它這樣 一家人的份量 這樣子放在一起的話 其實跟剛才那個是一樣的 就是也是可以切小 一餐份 一餐的份 對 就一餐的份就回來了 對 因為那個果醬的罐 那個罐子裡面一定 我們偶爾是留很多 沒錯 是弄不到 因為弄不到 對 那個是刮刀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跟它同樣 這樣幹嘛 很漂亮吧 好奇怪喔 好奇怪喔 對 它是烤肉醬的刷子 真的 對 它就是刷油的 可是這是塑膠的呢 這就是它的優點 而且它有彈性 這就是它的優點 它是利用毛細現象 這個液體一定會在這個 刷毛中間 然後這樣上來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買一個 矽膠的呢 因為我用過傳統型的 不論是天然的材質 吐毛 或者是我們買那種烤肉 那10塊錢的刷毛 對 它都有問題 第一個 如果你買的那個是10塊錢的話 它不能預熱 在炭火上面 它很快就燒掉了 那用一次就不用用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一次也不能用 因為你只要加熱的東西 它那個會融化 好 那如果是天然的 吐毛的話 它會發霉 因為永遠洗不乾淨 對 永遠洗不乾淨 永遠是有的 生氣 對 就很生氣 對 可是你看這一隻 我們今天先把它拿來 這樣子 好 我們就番茄好了 好不好 刷在番茄上 對 給你看 刷在番茄上 很方便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拿來刷烤盤 怎麼也挺方便的 這個是我們拿來在那個 做菜和做蛋糕 做蛋糕最後上面要塗那個蛋液 有沒有 然後烤雞的時候上面要塗油 還有烤盤塗油 我們是要用這一隻 對 可是它怎麼洗呢 好 來 剛才呢 我們這樣子就這樣隨便 對 隔壁這一碗是清疊劑 好 就給它露一露 好 你的手就這樣 稍微這樣子給它這樣搓一搓 然後就這樣 立刻洗得很乾淨 老師可以順便擦手 就是這條抹布 對 那拿出來 是啊 是啊 很簡單 而且你看它也不怕說 一直以來都潮濕 對 因為長霉菌什麼不乾淨的 就是發霉的事情很困擾大家 這很好耶 好 接著就是我們每天必備的刀子 那刀子的話 當然每一家人 你用的中式片刀 或者西式牛耳刀隨便 但是有一些刀是有特殊功能的 那我這三隻 不好意思是絕版的 已經不會再買到了 我覺得這應該是麗婷 從新疆帶來的吧 有點像 戰月彎刀吧對不對 然後纏著頭巾有沒有 插在這裡那種 對 這要幹嘛 我們世代的 其實這是一把魚刀 如果你們在騙魚的時候 它很好用 但是我在家裡 它好薄喔 它就是因為薄 因為你這樣子捏一捏 它是不是可以有彎度 對 有點彎度 它就是要利用它有彎度 它才可以順著魚的骨頭 所以我在家裡面 拆雞腿的骨頭我也用它 拆雞腿啊 對 它可以把雞腿肉切開啊 對啊 可以啊 小心喔 很利的喔 對 它只有39元 但是很多人都胡疑說 那它是不是會很快就不利了 但是它這一把刀 因為它很薄 好薄喔 所以普通的那種 小小的那種 就是速成的磨刀器 再過兩下就好了 每一次都可以 請問你這把刀都要用多久了 這把刀大概在我家 大概超過五年了 就是那個商店 剛進台灣的時候買 就買了一批 就是現在買不到就對了 所以那家店 因為如果要做紀念獎的話 要做紀念獎